过来了 陈小姐您好 快请进 你们这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是娱乐特新厂的 那你们来拍什么 我们约好了做一期采访 做采访 在家里做 对 他们跟我约好的 那你也没告诉我 我昨天晚上要告诉你的 你光顾着看球 就是没听啊 你昨天晚上就想告诉我这事 是你说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现在明天到了人家就来了 哦 好 好 那你拍吧 你们玩啊 你们玩 陈小姐 你就是在家里写这部戏的吗 是的 请问您创作的动机是什么 是源自于您本身的婚姻吗 还是从你身边的朋友 借鉴过来了经验呢 应该都有 可以说是一次杂柔 有评论家说您这部戏 是对玩偶之家的模仿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很惭愧地说 我大学时学的是中文 在写这部话剧之前 我并没有看过玩偶之家 更加谈不上模仿 我这部戏中 现代女性对生活的追求和理解 和易卜生那个年代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么剧中的女主角 是否有您自己的身影呢 怎么说呢 是有一点儿吧 因为之前听说您是全职太太 因为我丈夫工作很忙 我就辞职在家照顾孩子了 你在剧中描写的丈夫 是你丈夫自己的原型吗 当然不是了 都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当然不是了 你创作期间 家里的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你的丈夫会不会有什么抱怨呢 没有 我丈夫他很支持我 几乎所有的家务事 他都一手包揽 真羡慕你有一个 这么幸福的家庭啊 这么幸福的家庭啊 嗯 嗯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继续吧 你就这样跑出来了 嗯 又不是采访我 我待在那儿干嘛 嗯 你别说啊 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 这叫默契好不好啊 嗯 嗯 好 来 为了默契干一个 嗯 乾杯 乾杯 你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嗯 只许于春晓给你做花瓶 你就不能给人家当一次背井啊 又不是他养我 我干嘛给他当背井 幸亏我不是你老婆 哎 你要是我老婆 我可能就不这样了 哦 哎 哎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 说话有时候特别不靠谱啊 你是说 上次你在这儿讲的话呢 还是这次啊 哈哈哈 记仇 来来来来来 老婆 一会儿等强强醒了 老婆 咱们出去吃饭吧 今天正好是周末 这强强说 他想吃这个毕生客 他能知道毕生客是什么呀 你想出去就直说吧 嘿 是我想吃的又怎么样 反正咱们一家三口 好长时间没上街吃饭了 改天吧 一会儿小区要来 谁啊 话剧的制作人 我跟你说过的呀 哦 哦 什么呀 一会儿人来了 你可不许这个态度 嗯 那没办法 我妈说我天生一张苦瓜脸 哎呀 上天给的 啊 正准时啊 快请进 这是我老公 彭凯璇 你好 哎你就是那个制片人是吧 嗯 是我 哦 来来来进进进 欢迎欢迎 快请坐 好 我给你倒杯水啊 来来来 谢谢 你干嘛坐这儿啊 我在这儿不可以吗 嗯 我们要谈事啊 哦 嗯 没事一块儿聊呗 没事那是别客气 该聊什么聊什么 啊 你们聊聊聊聊 没关系 你说吧 嗯 你知道咱们这个戏 成什么样子吗 怎么了 怎么了 剧场又加了五十个座 要不是后边有戏 订了剧场 咱们这个戏再红半个月 没问题啊 现在上海啊 广州重庆 都在邀咱们这个戏呢 啊 行了 先甭说这个了 我呢 先给你算算近期话剧的分成 你听好了啊 现在咱们是一张票七十块钱 上座率百分之一百 七十乘以四百就是两万八 刨去场地费八千 净收入是两万 两万的百分之十是两千 咱们刨去投十场 一共演了三十五场 三十五成一两千就是七万 点点吧 不用点了 写个收据吧 哦 好的 春夏 这是我的一点额外的心意 哦 哎 谢谢 目前最轻最薄的笔记本 你都已经是大剧作家了 以后有什么新的剧本 可别忘了我了 呦 这个不错呀 哦 这是九仙二代吧 啊 啊 对了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有个公司看上你的剧本 想改编成电影 我已经帮你约了导演 明天下午见面聊 真的 真的 这事能开玩笑吗 行了我先走了 别忘了明天下午 哦 那你慢点啊 嗯 打扰了 哦 你看 哪儿的话 谢谢啊 来 没事常来啊 嗯 再见 下次再送一个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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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我要写电影了 走去吃披萨 我请客 现在没心情去 给 给 好好写 怎么了 好好写 大作家好好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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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